都说女星的年龄不要猜,尤其是在亚洲女星都非常的先年轻。 看看赵雅芝谁能猜出来,已经有六十三了,比赵一下当奶奶的人怕,也就是这个岁数吧。 但是,男星的年龄,你也别猜,真的这规律太难寻了。 镇魂中的双男主战一块别说了,一定会觉得居老师比较年轻吧。 但是事实真的太可怕,龙哥八八年的已经三十岁了,而白叔是名副其实的九零后,都是被抬头玩,于尾文和蒙米的胡子给耽误了。 人家真的是九零后,这龙哥白叔的称儿也是绝了,别我是九十的,对不起还是要拿白叔当个餐照顾了,别喷我。 白叔很有情,因为这个小哥哥和白叔,居然是同一年生的,就是我们的有钱哥哥,我的天小哥哥看起来,那么嫩,看着和白叔,怎么也得相差个十几岁吧。 这差距大的,有钱哥哥还是小鲜肉砸白叔,就成老辣肉了呢。 别说了,安慰一下白叔,写老老字画调,成熟的客不止白叔一个,谁能想到在流星花园各种聊的王鹤蒂,居然是九八年的呀。 还有更夸张的在凤秋黄里狂聊关小童的宋美龙,居然才刚刚成年人家是九九年的呀。 男性年龄不要太事实会让你崩溃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